兄弟们我的电动摩托车出问题了 从南京出发到云南的昆明 总共不到1000公里 来看看是什么问题 把那个轮胎离前面这个架子好近呢 就一点点距离了 打卡格林豪太云南总代理 你试一下那个刹车 你看一下因为我每次刹车的时候 他就会咯吱咯吱的叫 这个叫飞机声 他把沙皮给你换了 那你要不要看一下感受一下 你试一下骑一下 兄弟们我的电动摩托车出问题了 从南京出发到云南的昆明 总共不到1000公里 来看看是什么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也不能怪人家车 因为我这辆电动摩托车 给你们分析一下 两块锂电池差不多100来斤 再加上行李 再加上一个成年人 哎 本身重量就很重 再加上前两天 我们从弥勒过来的时候 不是有一些烂路三路吗 结果 不注意一不小心进入一个大坑 然后弹起来 当时我就在想啊 我这天哪 千万不要把钢圈给压烂了啊 就压变形了嘛 结果 真的是怕什么来什么 到了昆明一检查 果然 轮毂变形了 所以兄弟们长途魔旅 不管是电动摩托车也好 还是摩托车啊 都要检查清楚 安全第一 得亏网友的提醒 不然的话 我不可能现在这么细心 每天都检查我的车 看这边全是格林豪台的各种各样的车 好像我这款系列的车 你们这儿没有是吧老板 现在没有 暂时还没有哈 暂时没有咋办呀 你问他他怎么说吗 你问找的差不多的 他没有90的 没有90的2000瓦 90的只有1500瓦 啊 那咋办 只有一枪 找的差不多的吗 我差不多的啊 轮胎给他加到120 120这不就是12寸的轮胎吗 还能加吗 啊你说宽度是吧 快点骑的会好一些吗 快点的那个 快点你可以压弯吗 可以压弯 大哥你饶了我吧 我还压弯 全轮也要换 全轮也要换 直接给他换个马其次的半热 可以 好 全给我升级一下 半热绒的 他这个应该也是半热绒的吗 他这个不是吧 这个是普通的 不满车的半热 是半热绒的 是半热绒吗 是的 哦 杀不杀得住美女 杀得住 真杀得住 是真杀得住 我带你过去吗 我带你去去 哈哈哈哈 美女要不要去 我就不去了 那你去看一下 去看一下好 看一下 升级的门店 行 师傅带我来找电机来了 换一个同款的电机 实在不行的话 就来个升级款 果然还是昆明好啊 毕竟是云南的大省会城市 所以所有的 所以所有的配件这边都有 不用担心 如果说从厂家里面发过来的话 还要等好几天了 哇 那么宽 这是多少寸的喽 就轮胎多宽的 12寸的 12寸2000瓦的 那轮胎是装到 1207012的 哦这样子 嗯 那故意 那这平叉肯定要换 平叉要换 因为平叉的框都不高 啊 那平叉 减震减震要不要动 减震不动 这个原层的减震还是可以的了 是吗 所以说师傅在拆后面这个轮骨 要把它整个拆掉 因为这个电机跟后面这个轮 轮骨钢圈 它是 一个整体 所以如果说要修要换 你整个全部都要换掉 就因为这个电机这个地方磕坏了 变形了 所以这整个都要拆 一系列的全部都要拆完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 是云南的昆明 马上过了大理之后 路况会越来越差 所以车子的状况一定要检查好 有问题一定要在大城市里面解决完 不然的话你等到进账 配件你很难找 而且你要发货过来 发物货过来都得等好几天 万万令我没想到的是 这都还没有进账 这才到昆明 都已经出现毛病了 钢圈都已经 变形成那个样子 还好 没有露气 不然我就不知道怎么骑到这边来了 这样拆出来一看 就是比车上看起来就严重多了 这么看来我的运气还是挺好的 没有进账 然后问题就已经发现了 然后就解决问题 如果说进账 在阿里地区车子坏了 拖车 我估计一万块钱都拖不出来 这个原装的刹车皮 跑了900公里的三路 也磨成这样子的 也不行了 然后师傅给换了这一种 这个已经磨的没法用了 我还以为 新的电机拿来直接装上就好了 没想到修车师傅说 没有这么简单 哎呀新的电机终于送来了 这个就是好的 然后现在就是把轮胎给装上去 等一下就拿新的电机 和旧的电机给你们对比一下 这种就是没有变形的 看正常的轮毂是这样子的 老板帮我把这个轮胎给升级了一下 这个是半热熔的轮胎 抓地力会更好 这个就是坏掉的原厂的 带的这个电机 这个呢就是新的换了一个 不要小看这一个小问题 跑长途回时 像这种看起来是小问题啊 它没有漏气 按正常来说敲回来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跑长途安全第一 像这种情况一定要换新的 现在师傅在开始组装这个新的 换了新的这个电机跟轮毂 可能会有网友说啊 小熊你太浪费了 把它敲回去继续用不就完事了吗 但是跑长途一定要切记安全第一 任何安全隐患一定要排除掉 新的轮胎跟电机已经组装好 现在就是往车上一装就好了 这个电机1700块 然后呢升级了一个轮胎 半热熔的轮胎 这个轮胎是200多块 好了终于装上了 开始拧螺丝 把这个轮胎离前面这个架子好近呢 就一点点距离了 原厂呢就这样子没办法 哦 给大家看看这个车 这个车这个外壳是真的亮眼的 听说原厂出来就是这个颜色 昆明今天好大的风啊 要下大雨喽 好了安装完成 明天就可以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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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就可以出发了